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招应该说都对老百姓造成了伤害 我最近看到招牌拆了以后换上了新的 并且到晚上霓虹灯打开一片红色 给人感觉到就像血的海洋一样 您怎么评价他这一种宣传 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 我说习近平他的精神导师是毛泽东 他崇拜的偶像也是毛泽东 所以对文革记忆游行的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所以外国人到中国来也感到红色恐怖 红色恐怖是的确让人感到很压抑 那时候人们穿的服装也就是几种颜色 所以外国人看中国人都觉得一色的 就是灰色的蚂蚁 绿色的蚂蚁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好不容易改革开放 人们的思想活跃了 这个空间 自由的空间多少有一点了 现在他又把它缩回去 所以要统一标准 统一标识 就连商业城市的这种广告 霓虹灯应该是万子千红 应该是多种多样 才能够显示出这个世界的丰富 但是他可能他的审美 就是法西斯审美和共产主义的审美 非常的接近 大家看看希特勒纳粹德国时期 他们的审美强求一致的 那么现在也是这个共产主义的审美 比法西斯审美还要不如 更加的恐怖和极端 我记得在我刚到北京 在进入北大做博士后的时候 北京市当时有一个规定 说要把北京市所有临街的建筑 全部刷成灰色 而且给出了灰色的那个色样 当时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非常的愤怒 我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批评这个 我说北京市规划市容委员会 他们有什么权利 在没有征求广大市民投票 和这个专家意见的这个前提下 就来强行的规定 说北京市所有的临街建筑 一定要刷成深灰色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在这个报纸 发表这篇文章以后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官方也没有真正实施 落实这样一个做法 这就是他们拍脑袋瓜 他们觉得什么颜色好看 就觉得所有的老百姓都得接受 你把那些霓虹灯广告 标识牌全部拆掉 换上你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那你征求过市民的意见吗 而且说有什么必要 要强求一致呢 这就是一种法西斯专制的做法 像你说 我觉得您这个观点 我是非常赞同的 因为其实我们说极权主义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极权主义它有美学 它的美学观 比如说它的建筑 它的音乐 它的绘画 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 它就给你一种强制性的灌输 强迫你的服从 如果我们到朝鲜去看一看 实际上你一进入那个环境 你就知道 这就是一个跟其他人类生活 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一个方面 将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极权主义 他们的这个审美 以及极权主义的这种 在各个方面表现出的这种艺术作品 它不能说没有一丁点 这个接受的价值 但是呢 如果它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毒害 深入到人的那个内心 它就成为一种可怕的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呢 会长期的延续下去 就拿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我们从小出生的环境 生长的环境 是在一种红色的这种 强制的洗脑教育之中 所以我们中间的很多人 像我的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乃至大学同学 有一些人 他们这个所有的审美的印记 都是那种红色的 比如说唱红歌 跳中字舞 到老了 他们到会的 最引以为自豪的都是这些东西 一唱精细的唱的都是样板戏 没有其他的东西 没有掌握更多更丰富的 这个整个人类的文明和文化 也是非常可悲的 而且他们也会把这些东西 记忆和基因再向下传递 比如说他们现在都当爷爷奶奶了 他们对自己的孙子孙女 也教他们唱红色歌曲 跳那些红色的舞蹈 另外电影导演冯小刚 最近刚出的这个电影 芳华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电影也有拍的一些 唤起人们记忆的美好的东西 也有一些音乐舞蹈 动作也是相当漂亮 很多人会欣赏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呢 它会通过年轻的受众 再继续的向下延递 这个是很可怕的 当然我们的说芳华这个电影里面 也不是说没有可取之处 你比如说对那个小人物 这个到处受歧视 受这个虐待的一位这个女文工团员 后来呢 他就到战场上去了 最后呢 他就在精神上也受到了这个损害 然后最终 他和他所爱的人能够在一起 虽然是残缺的爱 但是呢 也是表现出了一种人性的 这种悲哀和无奈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冯小刚的电影呢 在这种重压下 你也不能要求 他有多高的这种道德尺度 或者多高的启迪人的这种 这个这种效果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是 对这个芳华这部电影 官方呢 是有的是赞颂 拔高的 那批评了 像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 异议人士 往往对这个芳华呢 是全面的否定和批判 我觉得这两点 可能我都不太赞同 我觉得要从中间的 从每一个人自己内心去寻找 你觉得哪些是可以肯定的 哪些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说你像这个朝鲜 大家知道有一个 阿里郎大型的表演 每次表演人数十万人以上 那有的人看了以后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 这么震撼的表演 也会很欣赏啊 当年希特勒 在搞一些大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大家也感觉到很震撼 很鼓舞人心啊 所以呢 这些法西斯极权主义的 这些做法 并不是说 没有一定点 这个群众的基础和市场 但是呢 我们要警惕 越是这种统一的 拔高式的这种赞颂 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 美学的艺术的作品 我们越是要从心里边 要产生警觉 要自觉地抵制它 这才是一个有清醒头脑的人 应当做的事 这才是一个有清醒头脑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